很多人会问 以前说摩基摩信 谁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现在会很多人想问摩基摩信 美国真正的盟友是谁 这次证明他真正的盟友是以色列 以色列在伊朗炸死了哈马斯温和派的领袖 这对美国来说 这位温和派领袖是他们不断的 能够希望接触而进行 以哈停火协议的代表人 他到伊朗的境内 当然会诱发当地的战事扩大 也就是以色列是在伊朗的境内 一个总统的救治典礼的时刻 当他的贵宾回到饭店里头把他炸死 所以伊朗当然要复仇 在复仇的时刻整个战事当然就扩大 他同一个时间又杀死了共产党的领袖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他等于是踩到了美国的红线 但是美国就真的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 磨尽磨尽谁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当然是以色列 美国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马上派出了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而且还有核子潜舰持云中东 也就是他可以拦截伊朗所发出来的 不管是无人机或是各种飞弹等等 而伊朗的新政权虽然扬言暴富 以色列情报说就在这两天 但是目前为止大家说很奇怪 都没有什么动作 最早美国跟以色列给出的情报是8月12号 现在日子都已经8月17号了 伊朗没有立即报复以色列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开出了一个条件 以哈停火协议必须达成 目前伊朗本身的政权刚刚好更迭是新总统就任 而他的副总统跟他马上就闹翻了 国内的经济状况其实通膨很严重 所以伊朗他也思考他的核子武器需要时间发展 他也思考在这个时刻他应该要做什么 而目前他开出一个条件 如果美国可以让以哈停火协议完成的话 他就不进行报复 所以他开出来这项条件某一个程度来说 使得最近在进行的以哈协议看起来有可能 可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突然爱好了和平 因为以色列已经把加萨打到全部都成了废墟 以色列的军官告诉外界 歼灭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纳坦雅胡却说需要在这个地方设一些军事的设施机构 然后来防止哈马斯可以再起 那么目前为止纳坦雅胡还想再进一步 他是整个停火协议里头最大的一个防害者 而以色列加萨九个月总共已经死了四万个人 满城都是瓦利 你很难想象这场战争是如何的残酷 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也是美国最权威的外交期刊 他们说了一句话 他们说当纳坦雅胡以为他战胜的时刻 他让以色列进入黑暗时代 因为他完全失去了国际信誉 而巴勒斯坦只要活下来的任何人都会非常的痛恨以色列 即使你用军事占领那个地方 你只会使反对以色列跟仇恨以色列的组织 或许你称他叫恐怖组织也好 复仇组织也好 总之以色列将面临未来一连串对他的恐怖攻击 外交政策分析指出 核动力潜舰和航空母舰向来是展示美国海军实力的招牌 美国希望这两艘旁蓝大物巡防中东可达到位置效果 因为伊朗目前的军力还不是美国配备重型武器和战机的航母对手 以色列情报原本显示 伊朗将在近期攻击以色列 促使美国五角大厦罕见公开和动力潜舰乔治亚号的动态 还加速搭载F-35战机的航母打击群林肯号前往中东 恫吓伊朗意味容后 威胁必会对以色列在境内暗杀哈马斯领袖哈尼亚报复的伊朗 至今尚未发动攻击 路透独家报道指出 伊朗官员示意 以色列同意停火的话 愿意战缓报复 在以色列持续轰炸下 加萨已碎成4200万吨瓦力 这就是以色列所谓的为寻求正义的正当攻击吗 尚未发动了 尚未发动了 他的新的患性 太多了 他的妻子和雙子都死了 在一場的家庭 上的家庭 據據公司的公司 Aysal和她的弟弟 阿sr 只是三天長 這些是他們的確證 他說 我接受他們 我接受了電話 我接受了電話 說我們公司的公司 以色列血在血城的抱负攻击 已远超过被恐攻的比例原则 毫无正当性可言 加萨超过4万名巴勒斯坦人的性命已被夺走 纽约时报指出 美国官员认为 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已达极限 以军严重挫败哈马斯 但永远无法彻底消灭他们 继续轰炸加萨 只会有更多平民伤亡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也拒报 在闭门安全简报上告诉议员 总理纳坦雅胡要取得全面胜利的目标 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但纳坦雅胡的前国安顾问阿米德罗认为 以军还需要高强度攻打加萨中部和南部 两到三个月 接着维持至少一年的任务式突袭 如果现在停止轰炸加萨 只会让哈马斯再度强大 以色列认为只要搬出哈马斯 就能正当化所有攻击行为 而这样的态度也是因为 以色列最强大的盟友美国为以色列背书 拜登和贺锦丽直到现在都还不断重申 以色列有权追杀哈马斯 美国国务院8月13号还宣布对以色列新一笔200亿美元的军售案 包括50架F-15战机和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等 美国表示他们持续努力 劝阻伊朗不要升级战事 但为何美国不是劝阻在他国领土上发动攻击 不断挑衅的以色列 反而还送上更多武器 让以色列无需担心耗尽弹药 尽情发动攻击 同时美国也在卡达推进 停火换人质的谈判 美国评估认为 以色列想以军事手段救回人质 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只有透过谈判才能确保人质或事 BBC报道指 在美国不和恐怖分子谈判的原则下 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 从来就无法坐上谈判桌 和美伊直接谈判 所以埃及和卡达作为中间人 代替哈马斯谈判 美伊埃及和卡达8月15和16号 连续会谈两天后 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美国提出缩小以哈分歧的新提案 更接近达成最后协议 将在8月25号前在哈罗重启会谈 纽约时报指出 预期伊朗会延后报复攻击以色列 以便让调节人有时间推动停火协议 特拉伟夫大学研究伊朗的专家 利特瓦克认为加萨停火可给伊朗一个台阶下 发动规模较小的象征性保护攻击 更何况伊朗也不想扩大战争 帮助延长纳坦雅胡的政治生命 以色列丸岛报8月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48%的以色列人认为纳坦雅胡更适合当总理 赢过最受欢迎反对派领袖甘子的42% 民调显示在伊朗和真主党的威胁扩大下 帮助提升纳坦雅胡的支持率 他8月4号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被问及是否会留任总理 他说在他领导捍卫国家安全下 胜利已经在望 只要他还能保障以色列安全 他就不会下台 但美国外交事务警告 纳坦雅胡取得胜利的代价 不只是持续增加的加萨死亡人数 还把以色列变成更极右暴力的威蠢国家 走向永远处于斗争状态的黑暗未来